第三个是塑造一个场景 通过场景化的表达 给客户创造更好的一个代入感 这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尤其是对很多的2B的企业来说 可能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根本不是一句话和两句话 就能给我们的客户 关键决策人讲清楚的 而是需要做很多深入的沟通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可能我们的文案人员 像前面我们讲的 可能他更多的是列一些产品的功能点 但是消费者 我们的客户可能看不懂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结合一个场景 进行一次表达 然后让客户产生一种代入感 去更好的理解你的产品的功能价值 以及它可能存在的痛点和问题 比方说 这是一个结合场景的一个文案内容 我给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 当时呢 这个产品呢 它是把这个场景设定到三国时期 因为如果我们自己设定一个 我们产品的使用场景的话 可能客户理解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代入 放到三国时期 因为三国这本书是每个人都看过的 对吧 所以每个人也都知道这些相关的故事 那么话说蜀国既定 刘备保暖私盈域 居然在朋友圈 公然招募起了后宫 奈何效果不佳 泪油满面啊 于是就想让自己的三位好兄弟前来帮忙 首先呢 是意气为重的关羽 这个时候呢 然后刘备呢 发了一个微信的图文 大蜀国后宫招募 长夜漫漫 无心睡眠 吴国的二乔 让朕甚是思念 经扩充后宫的编制 招募 然后说二弟帮分享一下 这时候关羽说 大哥帮你转三百条了 五毛钱红包都没有 所以各位在这一个图中 我们发现 首先它是用一个微信对话的方式去呈现的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经常会遇到一个场景 非常亲切 非常有意思 然后呢 关羽呢 他说帮你转三百条了 五毛钱红包都没有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就是说我们在让消费者帮我们去转发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帮你转发呢 你得有一个激励机制 对吧 那么红包是我们经常可能会用的一种 激发别人去分享的一种方式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消费者可能就不会分享 就是因为没有激励机制 那么第二个 然后这个时候呢 刘备找到了张飞 然后把这个内容又发了一遍 说三弟帮分享一下截图 哥哥给你发红包 这时候张飞怎么说呢 张飞说 大哥刚从曹营缴了个慎溜 不会截图啊 算了吧 这样的场景 我想有很多朋友也都遇到过 就比方说有一些 在线培训的机构呢 可能会希望拉新 拉到更多新的用户 他们可能会让这些 原来关注他公号的人 然后呢 转发一条内容 进行一次推广 分享出去以后 把这个截图 朋友圈的截图 再给到这个组织者 有一个可以听课的一个资格 但是往往这个过程中 很多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觉得太麻烦了 对吧 我不太愿意去操作 所以呢就放弃了 所以如何更好地能够激发分享 让整个分享的这个过程 它所产生的操作和行为 变得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的重要 比方说给大家举个小小的例子 那么很多人都喜欢嗑瓜子 那么嗑瓜子 为什么会产生持续性呢 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 嗑瓜子可能大家拿起一个瓜子 嗑瓜子之后又会拿起另一个 然后再嗑 然后持续地嗑下去 然后中间可能你有些事情 走开了 去别的地方 那当你回来的时候 你还会继续拿起瓜子 继续嗑 那最后呢 你嗑完之后发现 有一堆瓜子皮 对吧 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 会导致嗑瓜子这个事情 是非常有持续性的呢 首先 每拿起一嗑瓜子 嗑瓜子这个动作 是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操作的 然后呢 每嗑一个瓜子 都能产生即时的这种 兴奋感和愉悦感 即时的这种收获 对吧 然后持续地嗑下去以后呢 你最后发现 嗑了一堆瓜子 像山一样 非常有成就感 自己嗑了这么多 所以我们说 这个就是 嗑瓜子里面的 就是这个 行为的简单 这个整个操作 行为的简单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候 刘备找到了赵云 然后先发了 一百两的一个 红包 然后呢 说把这个内容发过来 说四弟 红包领了 帮分享价 这个时候赵云 领取了自己的红包 然后说大哥 红包我给嫂嫂买包包了 你招后宫的事情 我就不揭发了 不转 大家可能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把一个内容丢到一个群里头 然后丢了一个红包 让大家来拿去分享 但是你无法去挨个每个人去验证一遍 去看谁帮我转了 谁没帮我转 因为很多群里面人其实也蛮多的 而这种中你也没法去衡量说 谁帮我转了 产生了多少传播量 转发了多少次 有多少人看到了 这些数据都没法去衡量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痛点 就是我们没法衡量 没法去评估这个传播的结果 而这个过程中 诸葛亮说 主公还在为轰功苦恼吗 刷脸无情 截图有难 领后包也不分享 军师如何是好 然后诸葛亮说 量有锦囊一枚 分享成功 自动发红包 然后刘备说 军师大善 最后呢 刘备把这个内容又发到了群里 说兄弟们帮分享一下 分享成功以后 自动收到红包 然后这时候 关羽说 移转 还真收到五毛 张飞说 还是剩六牛逼 收到八毛 赵云说 移转 收到五块钱红包 大哥放心 我把扫子屏蔽了 所以这个就是 通过这个文案的内容 非常有趣 然后呢 整个传播的路径图 都是可以实时看到的 可以看到整个传播的过程中 传播的节点 以及传播量有多少 都可以实时看到这个分析结果 所以我们说 整个这个 就是通过一个内容 非常有趣 一个场景化的塑造 把产品和功能 以及客户可能会产生的痛点 和问题都介绍清楚 让客户可能会产生需求 所以这个我们说是 我们在做文案的时候 在做内容的时候 要塑造一个场景 那么再给大家分享 一个是 一个保险箱的广告 这个也是我看到的一个内容 这是一个微博上大号 叫我的女友 嘴很贱 他当时写了一个内容是 我当时就懵逼了 这个内容就非常有趣 一对情侣 这个女孩子出差了 这个男孩子呢 去到他女朋友家 然后发现 他女朋友家有个保险箱 然后他就给他发了一张照片 说保险箱 然后这个女孩子说 刚买的 你有病吧 买这个干嘛 然后这女孩子说 钱还有一些贵重物品 放屋里 抽屉里 不太放心 而且这次 我得出差两三天 你在家 我更不放心了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 两个人就产生了很多的沟通 然后斗争 两个人一起在撕 然后呢 整个这个过程中 你会发现 原来它是一个 得力的一个保险箱的一个广告 而它塑造了一个场景 是情侣之中 撕逼的一个过程 去把这个广告 去把这个产品 做了一个软的植入 所以我们说 用一个场景塑造的一个方式 会让消费者感觉 非常的亲切 非常的熟悉 既然产生代入感 产生很好的一个营销效果 所以我们说 一个事件 其实只需要四级传播 就可以击穿用物的朋友圈了 之前我辅导一些企业 他的这个运营人员 做完活动策划以后 会发到我的微信里面 让我帮忙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文案 或者这个活动策划 到底好不好 那么当时呢 其实我问了他两个问题 第一个 是用户 为什么要帮你转发 你给他一个理由 第二个问题是 如何击穿用户的朋友圈 其实我们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发现 如何更多的 去促进朋友圈的二级传播 产生更多的分享行为 因为每一个用户的分享 都将为企业再来传播的价值 假如你的企业 那这里面 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个平均的数据 我们每个人 平均在微信里面 会有300个好友 那如果你的企业里面 有300个员工 或者有300个离职的员工 或者有300个渠道合作伙伴 或者你有300个中生用户 或者我们说的 你有300个社群成员 你有300个意见领袖 或者加起来 这些有300个人 那么这300个人 将会给你带来多少的传播价值呢 这个是我们粗略计算一下 如果300个员工 每个人有300个朋友 然后每年传播企业的60篇内容的话 它将覆盖的曝光量是540万次的曝光量 这其实对于企业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传播价值 那如果当你的员工有一千个人呢 如果加上你的粉丝有一万个人呢 而我们还没有去算 后面的一个三级传播和四级传播 只是看他的一个朋友 所以我们说这个传播价值是非常大的 那么540万的传播量 大家知道 要在微信里面去做营销的话 要花多少钱吗 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些数据给到大家 可能很多朋友前一段时间都看过 这个太子妃生殖记 是乐视出的一个网剧 非常火 那他的营销呢 跟广播传播呢 是我们来辅导的 那么整个这个 我们当时给他去做传播的时候 找了一些大号 这个大号是我们平常企业 在做传播工程中常用的一个资源 但是现在大号其实还是蛮贵的 当时我们找了一个影视类的一个大号 大概有百万粉丝 然后我们是用了他的微信的第二条 还不是头条 因为头条太贵了 那当时我们用了他第二条 我们花多少钱呢 我们花了大概20万 如果说这个号是200万的一个大号 那我想覆盖到540万的群体 我可能会找两个特别厉害的大号 百万级别的再找几个小的号 那这个费用基本上是多少呢 一个大号一次广告费用是20万 如果要是540万次曝光的话 那可能就是50多万 而微信朋友圈广告 平均的一个CPM 千人曝光成本是100元钱 而540万次PV需要的成本 就是54万 所以其实我们平时打广告来传播 包括在微信里面用微信朋友圈广告 就我们平时会看到那些汽车广告 其实非常贵的 那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可以帮企业做到更高的RI 更少的投入产生更大量传播呢 我们跟很多企业做了很多的探索和思考 那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案例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客户 是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也是中国五大银行之一 我去年给银行做了很多的培训和咨询 那我发现呢 其实银行呢 往往在社交媒体上呢 其实它还是非常积极去尝试跟创新的 那么银行业呢 整个在2006年呢 它可能更加关注说 我用户的价值 更加关注渠道的价值 更加关注它的产品 那么很多银行呢 都有推出自己的理财产品 但是理财产品的推动中非常的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比较专业 很多消费者不是那么容易懂 那么有一个群体 其实是银行非常重要的资产 就是银行的员工 那么像工行呢 它全国有接近两万个网点 每个网点呢 平均有十个员工 每天每个网点能够触达600个客户 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传播资源 加起来二十万的一个员工 每天呢 两万个网点 600个客户 这加起来 其实是能够触达到非常多的消费者 有非常多的一个传播价值 而银行的员工呢 是最懂产品的 如果银行的员工愿意帮银行去做背书 去传播产品 去给用户经讲解的话 这个效果一定也是最好的 所以当时其实工行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如何能够让大量线下的员工和网点 参与到他企业的传播中来 去驱动这些人来帮他进行营销 也就是我们说的 如何能够帮他做到全员的营销 而日常那些营销成本非常高 所以他希望把这些员工的资源 给他盘活起来 所以呢 我们帮工行设计了一套解决方案 可以帮他更好的去盘活员工资源 去追踪量化整个这个营销的过程 并且呢 去帮他把线下的流量引导到线上来 大家一块来看一下 首先呢 是我们可以通过系统的方式 让所有他的员工去绑定他的工账号 然后呢 去领取银行设计好的这个图文的内容 这个HTM这个内容 然后呢 去转发 分享 那么他转发之后呢 其实可以获得奖励的 我们帮他设计的机制是可以获得红包的奖励 比方说每转发一次内容 我就可以设定你可以获得五块钱的红包 这个其实银行的员工在参与的时候 就非常有积极性 就能快速参与进来 而我们帮他设计了一个激励的机制 除了红包还有哪些方式 是可以让银行来激发他的员工来信分享呢 就是积分 那么当每一个员工来领取这个内容 点击和转发的时候 他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 比方说点击 我们让他获得十积分 分享的时候 我们可以设定让他获得五十积分 他朋友圈里面的朋友 点击他分享的内容 并且转发那个内容 也能够给这个银行 这个员工加积分 而我们设计的机制是 这个人往后五个层级 每一个用户的点击和转发 分享都可以给这个银行的员工加积分 所以这里面解决一个关键的问题是 原来我们企业可能在做推广的时候 也会让员工去分享我们企业的内容 但是基本上的情况是 员工可能碍于领导的面子 帮你分享 但是他一会就会删除掉 他没有意愿去不断地分享企业的内容 因为他其实迫于一种压力 才去分享的 而他也没有意愿让这个内容 一直停留在他的朋友圈里面 去产生更多的传播 所以当有一个机制机制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原来工行的员工会不断地去分享他的内容 并且去更多地去跟朋友介绍 然后这个机制机制之后 员工可以通过一个积分商城 去兑换他喜欢的这个礼品 那么这个积分商城里面 其实我们当时也建议工行可以把他的一些合作伙伴的一些产品放到里面去 也可以给他的合作伙伴带来一些引流的价值 而每个员工都可以实时地看到他的一个积分排行情况 并且这个时候如果企业需要获得销线索的话 可以做一个报名和适用的一个表单 放在这个内容的最后面 如果对你的服务和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添这个表单 所以我们帮他设计这个机制可以有效地帮银行去收集销线索 最后呢银行可以统计整个的一个传播路径 看到到底有多少人参与到传播 帮我获得了多少销线索 所以整个这一个机制呢 是从内容的领取与转发 激励机制 线索收集 以及传播统计几个维度来做的 帮银行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那我们看到呢 其实我们还帮他设定了一个场景 就是银行呢 其实每天在线下会触达到很多的用户 会触达到很多的消费者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每一个内容呢 帮他生成成二维码的形式 由这个员工去让客户去扫描 因为很多人 很多企业 包括像这个我们服务的很多快销品啊 他线下都有很多的门店的这个服务人员 那么这些人平时可能也会帮企业 去做一些会员的推荐的动作 但是效果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企业 他的线下的服务人员 可能并不是企业的员工 而是他这个临时工 那么这些人呢 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品牌的产品 对品牌的产品的理解呢 可能就是小学生 所以如果有一个工具 一个移动互联网的一个H5 可以更好的去帮他介绍自己的产品的话 这个效果就会大大提升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一个内容呢 输出成一个二维码的形式 然后给到这个员工让他去给到消费者去扫描 去填写这个表单 而整个这个积分的获取呢 我们帮他设计了四种 第一种是邀请的积分 这个积分一般可以是比较高的 比方说一次点击的积分 如果是十积分的话 我们可以把邀请积分设定成200积分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意愿让这个员工去帮你带来更多的粉丝和会员 这是一对一的一个拉心 第二个呢是点击的积分 第三个是转发的积分 第四个是获取消费线索积分 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人转发的内容 他的朋友添了这个表单了 添了试用了 或者添了提案了 就可以给这个人获得消费线索的积分 包括红包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设计了多种的激励方式 去让企业来激发他员工的传播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实时的一个传播的路径图 这个路径图是随时变化的 每一次点进去以后都会有更新 然后呢可以看到整个积分的一个排行情况 所以这个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 如果是一家有几十万人的一个企业 某一个员工帮他贡献的传播价值非常多的时候 产生传播的积分非常高的时候 这个员工是非常有荣耀感的 而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人 他去在企业的公开场合去表扬这个员工 将会产生极大的这种荣誉感的激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积分排名情况 并且获得一个实时的一个反馈 而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用积分 去兑换自己喜欢的礼品 所以这里面我们说 我们帮工行去做这个口碑营销的 一个落地的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们给他进行了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帮他去制定一个激励的体系 去影响到他更多的人群来参与 第二个我们帮他制定了一个积分策略 那么在积分策略里面 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是 我们可以把积分换取礼品 划分成几个等级 比方说有一种 我们是希望能够快速地让我们的员工 让我们的渠道合作伙伴 相关的传播群体快速地加入进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些红包 这样的方式 让他快速地进入 因为红包的激励力度一定是特别大的 而实际上我们看到 我们的服务的企业 在用这样的一个口碑营销的一个方式 在运动工程中 如果是用红包激励的话 员工基本上口碑传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迅速他身边的朋友都会参与进来 用一些少量的积分 就可以兑换的礼品 保持新用户的一个参与度 假如说点击10积分的话 那我们粗略计算 我们希望产生14点击 我们就用100积分 让他可以换取一个礼品 就让他快速地参与 那么第二个层级 我们可以用一些相应比较高的积分来做 就比如说200积分 我们换一本书 对吧 很多人也愿意去参与 那么第四个层级 是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高价值的奖励 比方说一个iPad mini 但是呢 需要你在半年内 你的积分是排第一的 你才可以换取 通过这种长远的高价值的奖品 去激励他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说是物质的激励 还有一种激励是精神的激励 比方说工行在2月14号 情人节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文案内容 他当时的奖励机制 是怎么设计的呢 如果员工的传播积分 能够排前三的话 将会获得一个情人节的一天的年假 这个年假的激励将会给员工极大的动力 然后很多员工就参与进来了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去看 如果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群去参与传播的话 要去考虑它的一个需求 这个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设计部门跟文案部门的话 可能文案部门更加喜欢的是书这样的奖品 而设计部门可能更加喜欢的是有设计感的 这些瓶子啊 杯子啊 这样的礼品 所以不同的人群 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激励方式去激励 需要考虑它的一个需求 那这种中我们发现 工行它这个员工的群体 帮它起到一个价值是 可以快速地进行大规模的曝光 维护一个品牌的形象 然后能够进行拉粉引流 获得优质的销售线索 第三个是可以实现有效的激励 激发的员工去主动进行分享 第四个是整个这个传播过程 它都可以量化 都可以有一个可视化的营销效果 而整个工行呢 它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呢 它的公众账号粉丝数量从0到10万 单日最高粉丝增加了1.2万 完成了粉丝的快速积累 一个白号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达到了10万的粉丝量 而它其实只在几个城市 试点城市去做 并没有全国的铺开 如果全国2万个网点参与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人带来10个粉丝 就是20万的粉丝的增量 所以这个价值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这种模式 我们说是员工帮企业来传播的一个模式 员工进行分享以后 他的朋友C可能会产生兴趣 这过程中可能会报名 可能会产生对品牌 公众号的一个关注 那么同时呢 我们的员工在线下的场景 也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给到我们的客户 让客户去扫这个二维码传播 然后呢 进而带来注册报名和关注 这个过程中 我们都可以用积分和红包的方式来激励它 往往其实我们企业忽略了一部分员工的传播力 比方说 每个公司里面都会有这样一个群体 它的收入可能是最低的 但是他们一定是长得最漂亮的 没错 就是前台 那么前台呢 其实 它加了很多企业的员工 我们自己公司的前台 它有一千多个好友 为什么呢 因为它之前流窜过几个公司之后 加了好几百人 不同职能的人都有 所以这个人 其实它触达了不同职能 不同的人群 所以它也是非常有传播价值的 那么还有一部分企业呢 它可能是平台类型的企业 也就是它的业务拓展呢 是要从两个维度进行的 比方说像我们服务的实用专车 那其实它的目标是要开发两个群体 第一个是希望更多的司机 能够加入到它的平台中来 第二个 它需要获取更多的用户 而这一类的企业呢 其实它在拓展业务的时候 是先有机和先有弹的问题 所以它必须先要保证 自己有更多的司机 然后呢 才能有更多的用户 去用它的这个出行服务 所以说它当时希望通过它的司机群体 去找到更多潜在的司机 加入它的一个运营阵营中来 那么我们会发现有个特点 就是我们的客户在那里 其实在你潜在客户的社交网络里 所以当时我们给它的解决方案是 让神兽专车的几千个司机 参与到它企业的传播过程中来 让这些人绑定过来 然后呢 去有一个激励的机制 让它的司机去帮它传播 影响司机群 影响司机的朋友圈子 那么另外呢 其实神兽专车 它也遇到一个问题是 很难以对它现有的司机 进行一个培训 这也是滴滴 包括Uber也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怎么解决呢 其实我们帮它构建了一个 线上的一个培训平台 这个是在它的微信公众号里面 可以管理它司机传播内容 同时呢 也可以去在线上进行一个培训 包括一个考核 那当司机通过这个培训和考核的时候 其实也是可以获取积分奖励的 同时它也可以把这个考核 进行一个传播 还有一些企业呢 可能会遇到一个会议的一个场景 很多企业可能都会办会 2B的话呢 会做一些客户的市场会议 然后促进一些销售线索产生 那么2C的企业呢 可能会做一些品牌的会议 比方说产品的发布会啊等等 但是这些企业都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花了几万块钱的成本 去办一场会议 那只能够把这个消息 传递到参会的人中来 而不能产生一个更大量的传播 那我们希望做到一个结果 是小活动大传播 虽然这个活动只有几万块钱 但是能不能让现场的人员 参与的人帮我们去分享 让他身边的朋友也都知道这个消息呢 这个是企业需要解决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基于会的这个模式呢 给很多2B的企业呢 帮他去做口碑营销 是希望能够让参会的人 去自发的产生分享 而这里面呢 我们制定了一个链式的红包的激励方案 三级的激励 也就是跟节点的用户 当现场的用户 我们可以用一个大的2A码 然后他来扫描转发这个内容以后 就可以获得激励 这个是一个红包的激励 如果关注企业公众号的这个粉丝呢 可以直接通过公众号获取这个红包 如果没有关注的话 是通过一个服务的窗口获取这个红包 假如说这个跟节点的用户 传播了以后 他能获得16元的红包的话 那我们设计这个三级激励呢 是第二个节点 他自己可以获得8元的红包 而他的负节点可以获得4元 而第三级节点上的用户呢 自己可以获得4元 他的负节点可以获得2元 而他的祖负节点呢 可以获得1元 再往下我们一四级推 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链式的红包激励方案 这个方案呢 可以更加有效的去推动这个内容 去击穿用户的朋友圈 达到一个大量的传播效果 那像我们服务的一些企业 他如果在作为一个线下的会议的话 平均按照8元的红包来算的话 基本上100人参会 可以帮他带来250条有效的销售线索 而平均每个销售线索的成本呢 只有36块钱 这个一般咱们企业啊 一个销售线索成本是多少钱呢 2B的企业是1000到2500 因为我原来在教育培训行业也工作过 那么教育培训行业 像英语培训 他的每一个用户的成本呢 是在500块钱以上 但这个还是在好多年以前啊 那么现在这个费用应该会更贵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通过会的模式呢 可以让参会的人转发之后获得红包 进而到影响到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可以在这个内容后面 去填写自己的表单 然后返回给企业 所以我们说这种方式呢 可以连通会场的内外 放大曝光效果 获得10倍的销售线索 那么最后呢 分享一个案例呢 也是我们服务的最高市值的一家企业啊 就微软 那么像微软这样的企业 它有一个产品是Office 365 那么这个产品呢 是一个软件类的产品 那么所有这种软件类的产品 它的这个企业呢 都会特别关心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我的这个产品的使用率如何 因为当时微软呢 它在全国大概有1000个渠道的合作伙伴 那么像提供软件服务的企业呢 它最关注的就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我的软件的使用率怎么样 第二个就是我的续费率 那么像微软呢 它当时Office 365这个产品呢 它的软件使用率 它发现它的用户只使用了其中10%的功能 也就90%其他的功能都没有用过 那如果微软不能让它的用户 去更好的去体验那90%的功能的话 可能这个用户到明年就不会续费了 那么微软 这对微软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呢 它非常关注 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教育它的用户啊 去更多的体验它的新的功能 产生更好的一个反馈 那微软是怎么去拓展业务呢 它全国有1000多个渠道活的伙伴 微软也自己啊 花了很多的成本 去做这个好的内容 希望它的渠道合作伙伴呢 帮它去进行传播 但实际的情况是呢 它做这个内容 可能花了几万块钱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H5 但它的渠道呢 不会去帮它转 为什么呢 它的渠道担心 如果它的这个客户 看了这个微软发布的内容以后 关注了微软的账号 然后未来可能就会跟微软 直接产生销售关系 这个问题中 它就在中间就没有起到作用 所以它担心这个问题 那当时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就通过公众号呢 服务号其实可以获取更多的 这个API接口 可以拿到更多的数据 那我们可以实时的去 监测这个传播的结果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帮微软设计一个解决方案是 是哪个渠道合作伙伴 转发的内容 然后它的客户看了 然后产生消费了 微软可以把这个销售线索 给到这个渠道合作伙伴 也就是解决渠道合作伙伴这个问题 所以呢 其实像微软这样的企业呢 我们帮它在口碑营销上的一个策略呢 就是通过它的渠道代理商 然后去传播这个内容 然后呢 可以帮它做到第一个 可以进行招商 因为每一个做渠道的人 他身边都有同样做渠道的朋友 可以更好的传播你的产品价值 帮你去找到更多的代理商 第二个呢 就是渠道合作伙伴呢 其实也覆盖了很多的客户群体 那这个工程中呢 可以让这些潜在的客户呢 了解到企业更好的服务和产品 而且企业可以通过 自己的这个市场费用呢 做出更好的内容 让渠道合作伙伴帮它来传播 那么这个文案的质量呢 可能会更高 这个产生的传播力 可能也会更好 那么这个工程中呢 然后可以把这个销售线索 包括产生的销售收益 全都指定给相应的这个渠道代理商 也就是说哪个渠道代理商 给它带来的客户 他就把这个销售线索 给到哪个渠道就OK了 那么这个呢 其实可以帮助代理商 吸引更多的潜客 轻松的识别匹配客户来源 也解决了很多厂家 跟渠道合作伙伴之间 合作的这种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呢 我们说一下会员这个层级 也就是说你的潜在消费者 如何来帮你进行传播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客户 是埃尔康 那么当时呢 我们帮埃尔康设定了 整个的这个会员体系 包括从拉芯 留存到转化 整个这个过程 然后我们给他了一个 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当时呢 埃尔康其实他是 做眼镜业的嘛 隐形眼镜 包括隐形眼镜 护理业 那么他的这个销售人员 都不是他自己的员工 而是每个眼镜店的配件师 这些人影响了他的终端用户 但是这些人呢 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 也就是他不负责给他们发工资 所以这个配件师 可能会推荐埃尔康的 也可能会推荐 博士伦的眼镜眼镜 他其实需要把这些配件师 整合进来 然后进行管理 帮他更好地传播他的产品 影响这些配件师 去销售他的产品 所以呢 当时我们帮他做了 在微信订阅号上 和服务号上的两个系统 订阅号 我们帮他管理起来 所有他的配件师 服务号去帮他管理 所有他的会员和粉丝 让他的配件师 去帮他去带来更多新的会员 那么怎么去做呢 当时在粉丝这个群体上 那我们帮他设定了一个H5 那么这个H5呢 老会员转发这个H5呢 然后一旦有他的朋友 去注册会员了 老会员就会获得积分 而新会员呢 会获得一个60毫升的 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 也就是说 帮他传播的人有好处 而新的会员也会得到收益 所以呢 这个后来我们发现 整个呢 他原来一个拉新成本 是1400块钱 而通过这样一个 一带一的方式呢 通过他的粉丝 来帮他进行拉新呢 其实每个用户 每个会员的会计成本 只有33块钱 而且老带新的成功率是52% 也就是说 埃尔康他有30万的会员的话 然后基本上是 他做一次活动 基本上能够有50%的会员 帮他做一个拉新 就能够带来很多的新的会员 所以说这种会员的模式呢 其实产生的效果也是最明显的 那么如果一个企业 他有10万的会员的话 那么如果一个会员 给他带来一个新的会员 那就是新的10万的会员的增量 所以会员老带新 可以快速地引爆粉丝经济 给其起到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口碑营销的一个价值 那么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